大家好,我是K猫,欢迎回到看电影蓝梅 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中国市长的故事,大同 大同,位于中国山西省,曾是中国古代历代都城之一 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 但由于煤炭的过度开发,这里成了中国有名的煤都 是中国严重污染的城市之一 2008年,耿燕波新任大同市长,计划撕掉大同过往的黑色标签 重修古城墙,将大同打造成文化之都 但不是所有人都赞成耿燕波的计划 重修城墙的地址位于老城区中,这里聚集大片简陋的自建房 这些平房实际上属于违法交易 但人们往往因为住不起楼房而被迫选择在这里生活 这就是穷人的生存之道 如今市政府要他们搬走,却没有合理的安置 老百姓们纷纷起来抗议 鹰和家人已经在这个屋子里住了快30年了 一大家子如今无处可去,鹰表示自己坚决不搬 城区办公室高主任三番五次来劝说 单独是让鹰按政策去买经济试用房 或者申请保障房、连苏房 鹰住不起经济试用房而保障房、连苏房的申请 又是一个遥遥无息的等待过程 反对耿焰拨房政策的不仅有自建房的居民 住在楼房的惠也有一肚子的铺水 他们家的房子是金装修 这一拆迁就要让装修的20万付出流水 一家人如今被迫搬到了统一的安置区 装修费却没有得到政府的赔偿 惠的房子属于没有手续的经济试用房 所以找政府工作人员商谈得到的都是冷冰冰的回复 他说在这样的世道下不知道自己今后该如何教育孩子 拆迁进行得如火如荼 2012年是大同拆迁最关键的一年 也是重点加难点 面对迟迟迟迟不肯搬走的居民 政府只好采取强制措施 看到自己的家要被拆毁 平房里的老百姓们都使出浑身解数 竹子拆房 耿焰波说 弱者可以同行 但政府不能被挑战 随后便和一众市领导赶到拆迁现场做调写工作 盐群中的耿焰波就像是个青天大老爷 不仅一个个听完百姓的诉求 还献上签字 就地给出了具体的解决办法 妥善安置他们的住处 耿焰波这种轻力轻微又雷厉风行的作风 很快就传遍了大同 一个在大同住了十年的外地老太太 华 吕斯拉 青嫂 就守在耿焰波所居住的大同军区司令部的门口 先是说自己有两套房 但政府只赔给了他们一套 后又说这一套要爬到六层 她没有办法上下楼 华没有大同户口 她的两套房子也都是无手续的自建房 面对这样的情况 耿焰波也很无奈 已经给了一套房 没有办法上下楼可以调换楼层 但这个老太太其实是想要两套房 这是不合理的要求 当然赞成耿焰波的也大有缘赞 耿焰波到房的回千楼的住户 对现在的房子也很满意 原先被拆20平米 换来了现在的70平米 老平房也换成了电梯房 居民们把耿焰波里三圈外三圈地围了起来 吐槽自己遇到的问题 耿焰波恶话不说 用白纸黑字写下了承诺书 居民们拿着耿市长签名的文件 大呼耿焰波好市长 即使如此 拆迁的进度还是一再搁置 向领导直接说自己没有这个能力拆迁 耿焰波当着所有人的面 让他立马辞职 大同需要的是干活的人 不是什么官 为了把大同达到成一个文化艺术之都 耿焰波甚至在民间收购古代 近代的文物用来装饰城墙 可是文化的影响力 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成的 还远远没有汇集到普通市民的身上 鹰的家正在被周围以拆迁的废墟入侵 成为了废墟中的最后遗户 几天后 也搬离了这个住了30年的地方 会将市政府的行为 上告到各级人民法院 还写信到信房局 总理以求讨回公道 最终没有得到任何音讯 只能守着即将被放到的家而心惨 他不明白重修城墙 和大同的文化底蕴 到底有什么实际的联系 市民们抱怨这种先迅速拆迁 后排序安置的方式 根本就没有考虑到老百姓的感受 况且还有暴力强拆的情况出现 耿延波解释到 大同的生活水平差 却没有适合经济开发的土地条件 就只有靠文化才能扭转局势 才能从根子上 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 修城墙只是第一步 他想从这里开始 文化牌 崭新路 特色城 三维一体 将大同的标签 转工业为文化 在长远上 彻底改变大同的形象 可是这场变革中 产生的问题 接踵而来 被安置到城市的农村孩子 因为户口没有办法 在城市上学 回县房的建筑工地 混水摸鱼 质量和进度都跟不上 做的全是豆腐渣工程 这些都需要耿延波 亲力亲为 以各个妥善安排解决 耿延波新知肚明 大同的现实进度 并没有跟上规划的时间 但是快 是他必须给自己的压力 55岁的耿延波 又能在大同 继续当多久的市场呢 一旦他离开 大同的建设 还会继续吗 这一切都是未知的 因此拆迁必须要快 起码要赶在他离开之前 为了快 他很久没有睡过一个好觉了 每天三四个小时的睡眠时间 还需要结束安定 为了给大同引进新能源 他亲自深夜到机场 为考察端机机 会议一结束 就直接被妻子拉回家 在过去的几年中 古城重建工程 已经做了大半 已建好的古城 却是呈现出 一派气势磅礴的模样 它的文化与旅游价值 似乎已经摆在眼前 大同这座 诚信的古都 也在渐渐渗透出 沉亮的酒香 但是这座城市 另有一半 已成为了废墟 也是不争的事实 大雨倾盆而下 又暴露了大同的 另一个问题 城市内涝 这是地下排斥系统的 设计不合理造成的 于是耿燕波又立马赶到 正在建的古城工地里 都市工队 把排水管道加粗 在第十四届 人大代表大会上 耿燕波再次当选 大同市市长一职 但是耿燕波很清楚 自己在这个体制之下 能做的是有限的 耿燕波从小而爱传统文学 深受中国士大夫精神的影响 他曾经还以当一名记者 作为自己的理想 而如今 要把大同文化品牌做起来 就成了耿燕波人生的最高追求 他参观了云钢石窟后 有感佛教教义 而发出伟人的感叹 他说 人生在世的痛苦 都来源于自身的贪欲 一旦放下了 内心也就平静了 如果自己哪一天 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 也要进入这样的境界中 可没想到2012年刚过 他就被省委调离了大同 将赶赴太原接任市长 消息突如其来 耿燕波身边的战友 不明白身为 为什么会在这个接骨眼上 做出这样仓促的决定 大同的市民们也不理解 刚刚在人大会上 当选大同市长的耿燕波 怎么转眼就要去太原 而对于耿燕波自己来说 他更多的是对大同的放不下 在欢送会上 耿燕波端着酒杯 还在和法院院长 讨论工作的交接问题 随后才正式和这些 合作了五年的领导班子 举杯致辞 算作正式的告别 但大同的市民们 不愿意耿燕波离开 中月初八 市民们自发游行请愿 不管耿燕波所做的事情 如何评判 百姓们都认可 他是大同第一个 真正敢实施的市长 游行的队伍 甚至跪在了市政府的门口 呼唤耿燕波的名字 耿燕波还是离开了大同 他坐上车 一个人默默流泪 随后便挠在了车座上 浅浅地睡去 这个春节的大同 就在一半红尾 一半残骸中 承载万家灯火 耿燕波原先对大同 抱有的所有希望 都如烟火般 消失在黑夜里 但是他心中 已经有了新的规划 明年 太原又将成为耿燕波 谋划改造的土壤 可是铁打的衙门 流水的关 留给他的时间 又有多少呢 好了 我是K猫 2018年的台词日历 长这样 365张手绘 电影插画 365句经典台词 这可能是 2018年最有温度的日历了 送给自己 或者送给他 都是一份不错的心理礼物 订阅微信公众号 看顶了没 来K星人的店 就可以买到这本台词里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